池上香一位民眾經過朋友同意到他的筍圓裡頭收割 結果居然看到一根有100多公分大的竹筍 踩到了這樣巨大竹筍 特別拿到了池上書屋和來往的小朋友們及阿公阿嬤們分享 看到的阿嬤也說他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筍子 一個成年人都抱不太起來的大竹筍 和一般大小的筍子擺在一起 沒仔細看還以為只是一個用來裝飾的假竹筍 經過旁邊的阿公阿嬤提醒 才驚覺這是一根貨真價實的筍子 池上香一位民眾經過朋友同意 到他的筍圓裡採收了好大的竹筍 特地拿到池上書屋與來往的小朋友和阿公阿嬤們分享 朋友做事 朋友做事 朋友大天也不去 十十分 你十分家去拿去的筍筍 看到巨大竹筍的阿嬤也好驚訝 直呼吃到這個歲數從未見過這樣的巨筍 喔 活了這麼老啦 還沒有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竹筍 真的是世界 我看是世界級的 不過問阿嬤這竹筍能不能吃 她說當然可以 可是要留在這裡久一點給人家欣賞啦 記者廖婷娟池上香報導 我們將有我們的 打擺 zach 嘉欣賞 余